就在大马路旁 有两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对着另一人拳打脚踢 还不断大声叫嚣 现场人车来来往往 竟然当街大打出手 经过的民众吓到赶紧拍下画面 9号晚间6点22分 基隆仁爱区爱二路上 发生街头暴力事件 当时现信被害人为了和陈信男子 追讨3万元的债务 两人相约见面 陈信男子带着友人到场 双方却发生口角 没想到陈信男子和友人 竟然持西瓜刀攻击债主 吓得被害人赶紧用手握住刀阻挡 造成右手5到6公分的刀伤 警方获报后赶紧抵达现场 不过嫌犯已经逃之夭夭 远警持续追查 在人四路发现被攻击的被害人 警机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 警方于一个小时内 火速将三名犯前弃捕刀案 训辟后 以伤害罪移送法判 虽然最后被害人决定不提告 但是他们相遇的地点 旁边就是知名的高炳店 附近甚至还有基隆庙口夜市 人潮相当多 在街头突然亮刀攻击 吓坏不少人 TVBS新闻刘欣奎 陈佳彤 基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准夕医地点 感谢观看